加季市守候候衡心理健康 建局完成的三宅夫妻基督 及合情司及社区医療 心理主凶企格丁丁之丸 因为小孩最兼共的效盾 市场安民会23号前翁 两冲选择 出席狗尼学生肖文宜 个人羞本的申请发表会 市场安民会也以实质行动 六丁一百本的申请 让祝责温温的鼓励和志祺 几次某一间中学的学生肖文宜 怀悠严重的忧郁症 在民队一倍影响 他身体站出来勇敢民队 并透过大量的刹资 从自己和自己的队位下轮 三十二三号进行申请发表 几次党民会也得到 感谢肖文宜的历史人 学校的事党和同学 医生一直以来的照顾 背叛他度过难关 在民队忧郁症的当时 可以勇敢到过 竟是先为大家合适当 我想这个议题对我们来讲 我们只知道 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也遇到 包括卫生学团人 也在提到 我们教育出同的 甚至我自己在当老师的时候 我也遇到这样的学生 但是我想 我要感谢 因为有大家的爱 大家的爱与关怀 可是很重要 你却能够这么勇敢 把他记录下来 用你的文笔 那我想今天我其实也要听听我们的医师 老师们大家的分享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 这个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去认为自己看到 然后比别人更敏锐 更精细的去探讨 这比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我来只是觉得 我能够尽一份心来见证这么勇敢 我希望你看你周遭有这么多保护 不论怎么样 只期望你能够更快乐 好风标时 小明依顶学期的病情比较严重 常常出现幻听到不一样的人家 后来在医生的治疗和鼓励 渐渐怕出变症的影响 你小明依勇敢面对自己 你才慢慢改变自己的心路力定 是一个非常大力困难的核心 先想到面对去彩虹 不得 亲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好 我是永妈市长黄敏惠 家里地区水情严峻 面对缺水遗迹 让我们一起从生活中节水 我们可以用泡澡改为淋浴 用擦车来代替洗车 洗手戳锣香皂的时候 记得要先关水龙头哦 洗米洗菜的水 还可以拿来浇花 养成良好的节水习惯 节水省荷包哦